後學感謝天恩師德 樞紐恩哲 前人 各位老師的苦心栽培 讓後學今天有機會在這裡分享修辭的智慧 那我們上禮拜呢 談到繼續我們上禮拜上集 接著我們來講我們的下集 那上禮拜我們有提到 我們人生在世呢 有一些選擇 有一些困境 那我們在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呢 我們會去思考我們人生在世的 這個目的 以及我們人生的意義 那在我們有了這些選擇之後呢 我們才會有智慧來面對我們的生活 那接下來我們講 信願行政 有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齒輪 當我們轉動的時候呢 會帶動另一顆齒輪 一個又一個的齒輪 產生想像不到的力量 當我們的信念 當我們的理念 觸動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的 所思所念所想呢 所想呢 會帶領著我們 帶動呢 一個 正向的人生 我們 並不是以自私的導向呢 為出發點 而是一個 共生共存共農 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在推動著 讓這個 世界呢 這個社會呢 推向更好的方向 《金剛經》裡面 我們的出生 跟我們的死亡呢 站在一個靈魂不滅的 定力裡面呢 我們身而為人的 這段時間呢 在這一條 看不到鏡頭的長線呢 它是 非常短暫的 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 概念之後呢 我們對我們的人生呢 會有另外的一個 想法 在這麼短暫的人生呢 我們是要 注重 我們的生活 品質 我們 即時行樂 我們對 生活上 會有一個概念 認為說 人生這麼短暫 不即時行樂 似乎太可惜了 但是就金剛經 無受者向的論點來看 其實在這一段人生裡面 短暫的人生裡面呢 我們實際上 來這一趟人生 並不是來享受的 所以 六度萬行裡面 自為首 自能夠去我們的貪嗔吃 自呢 能讓我們選擇 人生的正確的道路 所以 在這樣一個 人生的價值的選擇上 所謂貧窮 所謂貧窮 即富貴 這個 困苦 即通達 犧牲 即享受 有時候我們很難去理解 一個人 為什麼 會 去犧牲 他的享受 而去享受 他的犧牲 因為 在概念上 在觀念上 在理念上 他非常清楚 在這個人生 短暫的人生裡面呢 我們並不是來享受 而是要做 一個 對我們來說 能夠 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今天下半場的部分呢 來講 信願行政 後學就想到 後學曾經有一個經驗 就是 後學曾經 有新的求道人求道之後 後學就負責 講這個三寶 這個新的求道人 他的社經地位都非常高 他是某一個中經會的會長 他本身 也有 經營很大的一個企業 所以在講這個三寶的過程當中 後學 後學呢 倍感壓力 而且呢 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好像後學 應該要坐下來 聽這位 新求道人呢 講四道理 給後學聽 而不是後學講給他聽 好像呢 我要講的道理 他都已經知道了 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後學事後也發現說 這一位新求道人 即便他有這麼高的 射精地位 後學還是覺得 似乎有哪一點怪怪的 後來呢 才發現啊 原來是德行的問題 我們一個人 不論射精地位呢 多高 或者多有成就呢 一個人的德行 是由行所出來的 如果一個人 擁有很好的口才 卻只會講 沒有辦法做出來 就像我們世尊老大人所講的 一個人呢 要把 所講的道理 行出來呢 是要比 這個德行 是要比口才 難上十倍 因為我們在實行的過程當中呢 可是比口才來講呢 要難上更多更多的 有在台灣股票市場的人呢 都知道 台積電 聯電 跟利基電呢 是我們 在股票市場上呢 所謂的IC製造的 前三大龍頭 而這個台積電 聯電 利基電呢 也各有 創辦的 這些 這個老闆 本身呢 也都受到 業界非常崇高的推崇 雖然都是從事 晶圓代工呢 實際上 有一個 笑話呢 是 這麼簡單的來 評價 這三位老闆的不同 他說 台積電是個 非常好的人 聯電呢 是個還不錯的人 這個利基電呢 是王從人 這個笑話 可能有在股票市場上的人 就會聽得懂 實際上 這三位老闆呢 都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家 但是呢 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除了事業經營有成之外 實際上他的為人 處事呢 也會深深的影響 他個人 在 德性上的評語 在行的功夫上呢 倫理指路篇裡面呢 說 指路有聞 未知能行 唯恐有聞 當指路認定了人生的目標 理想之後 什麼是有價值的 在聽過這些道理之後 知道 人啊 應該做什麼 他常常因為聽到道理 而沒有辦法去執行的情況之下 牲口呢 又有新的道理 自己沒有辦法去執行 所以對行的角度來看 指路是一個非常令人遵從的一個賢者 在佛陀時代呢 這十六羅漢的周立盤特呢 他是以這個奴頓愚痴文明的 連掃除成垢 這四個字都記不起來 可是呢 他卻在這個行的功夫上呢 徹底的執行得到了 德悟的 心中的這個污秽 要用智慧來產除 所以終於贈得了這個阿羅漢 所以佛陀對周立盤特說 愚人自說愚 此名為智者 愚者望稱智人 此味爭愚痴 所以我們知道 一個人的聰明不貴在聰明才智 而是在有沒有智慧能夠行 在這個行的上面呢 才是真功夫 所以說 言跟行的差別 這個行就像是 一棵樹的樹根 有了樹根呢 風吹不倒 但是這個言 就像樹的樹枝 在沒有根的情況下 你的枝葉繁茂呢 這風一來吹就倒了 所以呢 使我們穩穩扎根的是我們的實踐 我們對於真理道理的實踐 而不是我們想到的好點子 所以在論語裡面呢 言回篇 指曰啊 孔子說 無語回言終日 不諱如魚 退而醒其思 易足以發 回也不語 孔子發現呢 在講道理的時候呢 言回似乎 沒有太多的 這一個發問跟疑問 只是靜靜的聽 看不出來呢 言回到底認不認同這個道理 或者是他聽不懂這個道理 但是孔子呢 回頭去檢視言回的言行呢 發現這個言回不語 所以我們知道 言回這個聖人呢 他也是重在實行 而不在言 我們就知道 我們聽到好的道理呢 在實行上的功夫 是這麼樣的重要 就好比我們說 我們在修道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只是聽道理 而不去實行 那麼跟沒有聽到這個道理的人 是沒有兩樣的 因此呢 如果我們沒有確實去行 那麼我們當然也 我們的命運也就不會改變 所以在行的功夫上呢 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命運的 時常呢 我們在生活當中 在道場當中 我們都會有一個盲點 那這個是一則漫畫 我們來看這個內容 就是這位小姐呢 她說她昨天去算命 算命先生說 你二十歲的時候會談戀愛 二十三歲會嫁入豪門 二十五歲呢 會有一個小孩 那女孩子說 胡扯 我都已經三十歲了 研究所畢業到現在也沒有談過戀愛 鄉民先生說你念過研究所 她說對啊怎麼啦 那就對了 知識會改變命運 是的 我們在不斷的聽道理當中呢 如果我們沒有去行 我們的命運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只有行才會有功才會有德 因此呢 我們在行的過程當中 才會了解我們真正的 在八四田中呢 我們真正的習氣毛病是什麼 透過行的過程當中 來不斷的洗滌 我們才有機會呢 獲得我們生命的純水 在清淨無染的方式之下呢 才能夠找到我們的真我 那在上一集呢 或許有提到說 或許有一個吸附這個比的能力嘛 那這個吸附比的能力 我想有些前嫌 早就知道這個內容是什麼了 那只是說我們在人生當中 等說看不過看不透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東西似乎特別厲害 那實際上呢 它只是我們變了一個手把 把手壓在筆上面 所以很多我們人生的困境 我們認為是困境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似乎過不了這個坎 在長生大地裡面呢 常常問我們寶寶說 他問我們喜歡甜還是苦 問我們今天如果要嘗幾苦與幾甜 兩種滋味的時候 我們是先選擇先甜後苦 還是先苦後甜 所以說我們一定是先選先苦後甜 為什麼 至少最後留在我們嘴巴裡面的是甜滋味 是不是呢 所以當我們沒有一個正確的理念 認為我們這一生 這一個人生呢 是以人生是來享樂的 那麼常常呢 我們在一個錯誤的認知之下呢 這一個心肯處為樂呢 就把我們引到了苦處 我們所遭遇的生活 可能因為我們信念的不同 那麼我們對人生呢 就會有不同的這種感觸跟感受 所以要想讓幸福甜蜜保持長久 就要有豁達跟感恩知足的心 要能夠接受生命中一切的順利豁福 要懂得修心 化苦為樂 懂得行功 宵夜 知苦 療苦 苦盡甘來 因此我們怎麼樣這個化苦為樂 實際上我們在修道的路程當中呢 我們的人生的順利呢 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或增多 只是我們看待面對我們的困境 我們所遇到的苦難 這樣的心境上有了改變 這樣的苦我們也覺得不那麼苦了 接下來當我們有這樣的信念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會遇到很多的難點 困境 或許在剛進道場的時候呢 曾經參加過志工訓練 那志工老師就提了一個案例 他說在他社會局的工作的經驗當中 曾經遇到來領救濟金的一位新手媽媽 那新手媽媽呢來社會局領社會救濟金 帶著小朋友呢 他來櫃台的時候手上拿的是iPhone 離開的時候呢 是把手舉起來 招了計程車回去 所以他們幾個同事就在討論說 為什麼一個 可能買奶粉前都有問題的年輕媽媽 不把錢花在買奶粉 卻要把這個救濟金買iPhone 甚至呢不坐公車卻搭計程車 他們在討論之後啊 就發現我們人在這個社會上 一個群體裡面會有一種壓力 這個年輕媽媽 她可能拿iPhone的理由 並不是覺得iPhone好用 而是iPhone有一個身分地位的象徵 或者在他們的群組裡面呢 誰拿了iPhone 誰就是我們這一類群組的朋友 那誰坐公車誰搭計程車 那就表示誰是比較有能力的 他不想讓人家看不起 因此呢我們在社會群體上呢 常常會看到這個現象 不論是學生或者是有這樣子 著相想法的人 他就會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說智者選擇修持 修持需要智慧 我們都聽過愚公移山的故事 愚公在九十幾歲的年紀 還選擇要把家裡門前的山 擋住門路的山給移走 他的信念呢 讓他知道就算他的餘年 不能成功地把山移走 他的子子孫孫呢 也有這樣的信念 終究能把這座山移走 所以這一則愚公移山的成語故事呢 有兩個欲言意義 一則就是有智者是進成 那另外一個解釋呢就是說 我們做事情要想方 要找方法 並不是只是難幹 就能夠成事的 所以我們在修持的智慧 修持的路途上呢 也需要我們智慧的來加持 有一個小朋友呢 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老師上畫畫課 要小朋友呢 畫出心目中理想的動物 那這個小朋友呢 就在他的圖畫紙上面 塗滿了整個圖畫紙 都成為黑色 而且呢 這一堂課沒有塗完 下一堂課回家繼續塗 他就這麼在圖畫紙上 不斷地把白色的圖畫紙 塗成了黑色 這麼幾天下來之後 媽媽 爸爸開始擔心 老師開始擔心 這個小朋友是怎麼了 不是要叫他畫一隻動物嗎 他怎麼不斷地把圖畫紙塗黑呢 就在大家不知道 他在做什麼的時候 詢問他 他說 我想要畫一隻大象 但是大家非常不理解的是 畫一隻大象 不就在圖上畫大象就好了嗎 但是這個小朋友 就不斷地把這個圖畫紙塗黑 醫生也在詢問小朋友 到底在幹什麼 直到後來 有一個護士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小朋友 他在畫一隻 他所看到的等比例的像 他要把圖畫紙一張一張圖黑 然後在他的心目中的大象 就是這麼大的一個尺寸 所以我們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行走在修持的道路上 我們很 常常會被別人誤解 我們也沒有辦法清楚地告訴我們的朋友 或者不理解我們的人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就像這個小朋友一樣 因為我們很難一下子去解釋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中心思想 我們的人生觀 美國人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 他在被槍殺前的前一個晚上 對遊行的群眾說 我跟所有的人一樣 我也想要活得很久 長壽是一件好事 但我對於長壽不是那麼在意的 我只是想要完成上帝的旨意 他讓我爬到山頂 我向下望 看見了應許之地 實際上馬丁路德金 他在被槍殺前的十年 曾經被刺傷過 所以他很高興 他還有餘生能夠為人權運動 來貢獻一己之力 金恩博士 他並不想要短暫的人生 但也不打算追求長壽 他可以不再成為公眾人物 這樣他就可以多活很多年 但是在他的眼裡面 有其他的事情 比活得久更重要 實際上當你為正義挺身而出的時候 你不一定會得到讚美 事實上 你有可能因此而遭受到痛苦 在人類的歷史上 有許多人發現 事實恰好相反 做好事有可能 會使你的日子變得很難過 許多人 許多我們敬佩的這些歷史 這些人物呢 他們的人生 並不是我們追求的人生 但是 這些我們記憶中的名人呢 我們之所以記住他 正是因為 他的人生 做了 有意義 有價值的事情 反而是 這些 我們原以為我們追求的人生的人 我們發現 這些人 並不在我們的記憶裡面 我們大多數的人 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我們的人生 我們覺得很苦 有很多零碎的事情 我會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有一個拿禁佬卡的老先生呢 上車拿票的時候 跟公車司機起了爭執 為什麼呢 因為公車司機要他拿票 但是老先生認為 我已經拿了禁佬卡 就已經不用付費了 為什麼還要拿票呢 所以呢 他老先生認為 司機欺人太甚 但是公車司機為什麼要 找人拿票呢 因為公車司機的公司 下了一道指令要統計人數 所以要拿票 但是呢 實際上 如果我們是公車司機 就算老先生不拿票 我們還是可以統計 上車的人數 就老先生來說呢 拿了這個票 並不會影響到 他免費搭車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對我們的人生當中 如果我們沒有目標 我們沒有理念 我們很容易就會被這些 小小的事情 所卡住 我們會認為我們的人生 很不順遂 很不如意 而這些呢 如果 就我們修道人來講 這些有什麼重要的呢 我們 我們 就輕易的能夠接下 當我們是老先生的時候 我們能夠輕易的 接下 這一張票 當我們是公車司機的時候 老先生不拿票 我們也覺得很OK 我們人生 是經由輪迴不斷轉世的 所以我們會發現 有一些小朋友 出生的時候 就有音樂細胞 有些小朋友 出生的時候 就有運動細胞 就有數學細胞 實際上 我們人心 對境遇產生的 識別作用呢 就在我們的八四田中 所以 我們都帶著習氣毛病 來到這個世間 不斷的輪迴 所以 佛陀教導我們 當我們的慾念不斷產生 產生了一個循環 這是一種不安 是一種苦 我們因為 想要得到慾望 而產生了業力 讓我們 輪迴在人生 出生到 或者是 呈現做佛 而這一個輪迴呢 就是 佛陀所謂的苦 人生當中 生老病死 每一個人 都無法 避免 尤其是在老的過程當中 特別 到了這個年紀 當我們 沒有走在修持的道路上 我們常常會覺得 人生為什麼這麼苦 我們也常常發現 有一些老先生 脾氣不好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的身體 開始走得下坡 開始不如從前 因此 對自己的 漸漸消失的 這一些能力 開始 有了 脾氣 開始氣憤自己 為什麼 慢慢的老去 同樣是 延長的老人 我們看到 92歲的 龍島 慧香 他65歲開始健身 他想要當健身教練到100歲 而我們台灣 住在桃園的 柏廷虎先生 以102歲的高齡 一年參加30場的馬拉松比賽 所以是 是國內非常知名的慢跑選手 我們知道 同樣是 身為在老年的這一段期間 我們會因為我們信念的不同 我們對 慢慢敗壞的身體 慢慢變弱的身體 雖然感受 雖然這兩位長者 並沒有跳脫 人變老這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他們信念的不同 而有所 他們的人生 對自己的看法 也會有所不同 當我們曾經生病過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常常如果我們沒有經歷過病痛 我們就不知道 病痛能帶給我們的意義 有時候 一個人生病的時候 才能夠讓他理解 我們生而為人來到這個世間的目的 反而會透過生病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能夠轉念 能夠去思考 真正的人生來到這個世上的目的 是為什麼 所以我們說 人在苦中不知福是苦 生在苦中不覺苦是福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苦中不覺苦 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羞恥的信念 知道我們人來到這個世間 是由我們的功課去學習 我們並不是單純 只是來到這個世間 享受而已 所以 長生大力說 人生到底苦不苦呢 都在於我們的想法 我們對我們的人生 是怎麼樣的信念跟想法 所以說 當我們有一個信念 我們人生的煩惱 就是我們的功課 它會讓我們由煩惱轉菩提 讓我們轉個念 用另外的觀想 來看待我們的人生 事實上 當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因為慈悲的興起 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能夠感受 每一個人 就跟我們一樣 我們不會因為被自私 所沾染我們的思想 我們能夠了解 其實大家都是一體的 希達多在出家之前 購學舉一個例子 有一則 輪船的廣告 請一位很知名的小說家 幫他們寫了一段 他說這小說家寫的 說我發現我已經 有一個星期沒有洗碗跟煮飯了 也上賽事場買菜 處理雜事這些事情 或是做任何 需要動腦筋跟發力氣的事情 我今天最困難的是 要決定下午要去看電影 還是去玩賓果遊戲 那實際上 在郵輪上的這些旅客 這些洗碗 買菜 處理雜事 跟動腦筋 花腦筋的 花費力氣的事情 都是由輪船上的員工 幫他們負責 而這些輪船上的員工 一天要工作12到13個小時 連續在航行的過程中 可能幾個月都沒有休息 他們的年薪也差不多 一兩萬塊錢美金而已 所以就像西達多他在出家之前 他是一個王子 就像搭上了這一艘輪船 他所有的生活所需要的 都有他的仆人能夠幫他服務 所以有一天 他從房宮裡面往外看農地 發現這一個農地的農夫 梨田 泥土裡面 充滿了一些昆蟲 以及蚯蚓的屍體 他看了之後非常的悲傷 難過 但是在難過之餘 他也發現一件非常讓他震驚的事情 因為他發現 他就像這些昆蟲跟蚯蚓一樣 終究他會面臨死亡 這件事情 所以西達多後來出家 去尋求真正的人的解脫之道 人生的究竟 後來而誤道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談修持的智慧呢 就是讓我們看清 人生的本質是什麼 在這個修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很多困境 因此我們需要藉由懺悔 不斷地自我檢視 才能夠知道我們做錯了什麼 經由懺悔來改變我們的行為 因此也才有機會來改變我們的命運 所以教化菩薩說 當我們遇到了困境之後 這一切的困境其實都取決於我們的心 當我們願意面對我們的困境的時候 這些困境似乎就變得不那麼困難了 我們願意面對它 解決它 處理它 之後放下它 所以我們說 前世施捨 今世復合 前世修持今生喜樂 前世佔人今生貌合 前世有願今生可以得到可以修持 所以我們要認真的專注在我們人生的每一個當下 有時候我們吃飯的時候配著電視 有時候我們做著一件事情想著另外一件事情 在沒有安住於當下的情況之下 我們常常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不曉得我們吃的這一頓飯 這些米這些菜 它是經過了什麼樣的流程才來到我們的口中 當我們吃了一個五百塊錢的便當 跟一個五十塊錢的便當 我們五感的時候 就像中庸裡面所寫的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視而不知其味 因此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注重於每個當下 我們才能夠有自覺 我們也才能夠感受 所以今天後學修持的智慧 就讓我們更傾聽我們內心真實的本性 讓我們更接近良善慈悲的自己 當我們這一口氣沒有來的時候 當我們時間到了時候 我們不會感到恐懼懊悔 能夠心無掛礙 解脫自在 那後學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講的不好的地方呢 請各位老師指衝 補充各位前嫌海航 那最後祝福各位前嫌 趁凡如意 法喜充滿 謝謝大家